格林多前书第八章 智论记邪神的肉,我们知道,我们都有知识,但知识只会使人傲慢自大,爱德才能利人。 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,这使他还不知道他该怎样知道。 然而,谁若爱天主,这人才为天主所认识。 智论吃记邪神的肉,我们知道,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,也知道,除了一个天主外,没有什么神。 因为,虽然有称为神的,或在天上,或在地下,就如那许多神和许多主,可是,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,就是圣父。 万物都出于他,而我们也归于他,也只有一个主,就是耶稣基督。 万物借他而有,我们也借他而有。 不过,这种知识不是人人都有的,有些人直到如今因败惯了邪神,以为所吃的是寄邪神的肉,因为他们的良心软弱,就受了玷污。 其实,食物不能使我们取悦于天主,我们不吃也无损,吃也无益。 但你们要谨慎,免得你们这自由的抉择,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。 因为,如果有人看见你这有知识的,在邪神庙里作息,他的良心若是软弱,岂不受到鼓励而去吃寄邪神的肉吗? 那么,这软弱的人,基督为他而死的弟兄,也就因了你的知识而丧亡。 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们,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,就是得罪基督。 为此,倘若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,我就永远不吃肉,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。